一歲六個月的張小弟 走路不乏穩健 張小弟有先天性心臟病 法弱四重症 我已經在肚子裡面住快半年了 要放棄這樣子 就覺得 欲心不忍 你是條生命的 產前超音波 看出異狀 不放棄 堅持把寶貝生了下來 剛出生時狀況穩定 直到今年四月症狀浮現 持續不了多久 他就會蹲下來有點喘的樣子 然後就臉色有點發白 但是沒有到止的狀況 醫師說法弱四重症 合併四個心臟結構異常 包括肺動脈狹窄 主動脈跨胃 心室中隔缺損 右心室肥大 症狀不少 狹窄的話造成到肺部的血流量減少 所以第一個氧氣缺少 氧氣缺少就是會發幹 就是會嘴唇黑 手指會發黑 臉會發黑 張小弟相對幸運 肺動脈狹窄不嚴重 進行心臟手術 矯正缺損 心室中隔缺損的修補啦 還有右心室肌肉太厚的 要把它切到正常 還有一個右心室到肺動脈這個通道 重新做一個通道 手術順利 恢復健康 家人陪伴張小弟 切蛋糕慶祝重生 希望他平平安安的 順利的長大 大愛新聞黃紫玲郭忌宗 台中報導 菜單 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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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